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專題是這個零件 這個圖形很簡單,幾個步驟就可以把它完成 也很適合初學者來練習 那我們先來了解它的外觀與尺寸 再來研究分析如何下手才能快速地將這個3D圖形畫出來 我們先來看這個標準工程圖的尺寸 上式圖,這邊寬50毫米 中間寬是20毫米 右邊寬是30毫米 再來看正式圖 這邊寬是78毫米 這邊寬是18毫米 中間寬是50毫米 高是32毫米 這邊高是55毫米 這邊高是20毫米 這邊高是65毫米 上面這邊寬是43毫米 這邊寬是85毫米 上面這邊有一半點供頂 半徑是20毫米 那了解它的外觀與尺寸厚 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陣位置 確定 選擇前基準面草圖位置 選擇線 集合建構線 外條水平線 過終點 轉垂直線 往上 確定 選擇矩形工具 選擇對焦矩形 從水平線這邊畫上來 這邊再畫一個 確定 選擇線 從這邊畫一條垂直線往上 轉水平線 轉斜線 轉垂直線 轉水平線往右 確定 選擇圓 在垂直線上畫一個圓 確定 選擇 選擇 進色 選擇 淨色的圖 원 淨色於 垂直線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確定 選擇修剪工具 修剪不要的圖 원 選擇 資會騎尺寸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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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寬式 78毫米 這邊寬式 18毫米 這邊寬式 13毫米 這邊寬式 85毫米 這邊高 是32毫米 中間這邊高 是55毫米 這邊高 是65毫米 這邊高 是20毫米 這邊 延半徑 20毫米 選擇特徵 生長填料 方向 兩側對稱 厚度 30毫米 50毫米 輪廓 這裡 這裡 確定 選擇 草圖一 生長填料 方向 兩側對稱 厚度 30毫米 輪廓 這裡 這裡 確定 選擇這一面 草圖繪子 選擇草圖一 參考圖圓 選擇特徵 生長填料 方向 向內 厚度 20毫米 輪廓這裡 確定 這樣 這3D圖形就完成了 最後 再來我們給它上個顏色 青色 切點 這樣 這整個圖形就完成了 最後我們來檢查尺寸 這邊長 這邊長是58毫米 高是32毫米 這邊長是78毫米 這邊高 55毫米 這邊長 18毫米 高 20毫米 這邊高 65毫米 這邊寬 13毫米 這邊85毫米 上面岩半徑 20毫米 這邊寬 50毫米 這邊寬 30毫米 這邊寬 20毫米 這邊寬 這整個尺寸 都是正確的 這個圖形很簡單 利用 近色與生長 填除料功能 快速地畫出圖形 簡單幾個步驟 就把它完成 看過 你就會了 好 OK 我們今天3D繪圖的視頻示範 就到此 結束 謝謝各位觀賞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按下小鈴鐺 並訂閱喔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OK OK 今天的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3D繪圖 提早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 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 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 幫我加油 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 找到我 就通知你 對 我 我 會 我 如果